第二的七体是个带电的金属球ABC珠 已知A带负电AB互相排斥BC互相吸引C珠互相排斥 如右图所示则C和珠的电性分别为下列合者 对于所谓的带电体的吸引跟排斥我们知道 首先同性电相次异性电相吸 同时呢我们带电体的也会吸引不带电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说我们的A带的是负电 那么因为A跟B互相排斥所以B也一定带负电 那么B跟C互相吸引C的可能有一个是带异性电正电 同时呢也可能是所谓的不带电 但是因为C珠是互相排斥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不带电的 所以它一定会带的是所谓的正电 那么正电会跟正电互相排斥所以珠也是带所谓的正电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我们的C跟珠呢都带正电 所以第二期题问我们说如图所示 那么我们C珠带什么电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C C跟珠呢都带的是正电 嗯 嗯